音樂 歡迎來到第五集的《不為不棄》 我們來到這個圍村 寵物角度 這位我朋友翠兒 你好 你好 翠兒 我想問未養過寵物 其實適不適宜去領養流浪 適宜 其實我們都會有個過濾功能 其實每一次我們自己收回小朋友 例如狗 我們會甩一甩牠 所謂甩一甩牠 到底跟牠相處的情況下 第一 牠會不會追貓呢 牠對小朋友會不會有傷害性呢 會撲捕小朋友 或者牠這隻狗跟其他狗的相處 是否合理呢 我們自己應該有份邪 我們就會知道 這隻小朋友想要找些甚麼家長 這隻狗可以找家長 不可以加狗 或者家庭不可以有小朋友 或者像這些 什麼都可以的 沒問題 有狗也可以 貓也可以 我們其實已經心裏有把尺 每一隻狗我們都會度過 貓都是 貓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貓我們都會看看 其實這隻貓跟其他貓相處有沒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我們都會講明 這隻貓只可以一隻貓 你家裡不能有駕貓 我們每一隻其實都自己知道 懂不懂 我們很歡迎母動物的家長 加上我們的新家庭 如果沒有了牠們 就沒有人再領養了 只不過我們有時都會去看著牠們 有時牠們有很多東西不明白 都會問我們 特別第一次 我們會WhatsApp 問很多問題我們都會回答 盡量讓牠們盡快適應 跟小朋友生活的過程 你對寵物的認識是很… 學回來 學回來 真的慢慢一路一路經驗累積 真的經驗累積 我有時有問題我都請教你 經驗累積 我都撿了兩隻狼狼回家 經驗累積 翠月爺 你那個寵物熱蝕 你會不會是24小時都會聽 當然我都盡量不會是24小時 因為其實 基本上我自己都365天沒有休息 剛才你們真的沒有休息 因為就算我們所謂的 我們放初一到初五 我們新年 因為我們所有同事都放假 我便要回來收拾貓 所以我一定要住在最近 我的靈養中心的位置 我也是住附近的 確保有甚麼事要在步行的距離回到你 都試過有時十一二點兩三點 如果在附近的 例如阿拉大埔 我可以立即出到的 我都盡量出的 有時真的睡著了 聽不到我 有時都真的未必能幫到 當然我們都盡量去做 你現在有多少個熱狂 現在手上三四個 三四個 我們都試過有一次 有一個求助個案 就是十一二點 有幾隻貓被人扔在天台上 又是環境很差 當時我們都是十一二點才出發 才夠 捉得來我們都搞到三四點才回來 其實貓不是那麼容易捉 是 很難的 你用甚麼方法做 最重要的是天台 你稍微動一動 一走一步就掉樓了 是沒有事沒有事 所以我們要很浪費時間 慢慢慢慢做 我記得有一個夜的個案 就是有人在城門水堂發現 不知道狀況還是高加速 我也不記得 總之又是從接牠到回到領養中心 就是放在城門水堂 在城門水堂 不是 有人在宵夜吃見到 十二點 我們過去搞得回來三四點 最後都發現原來 那隻小孩是有主人的 只不過晚上就關火 其實很危險 很危險 為甚麼 你一隻這麼大型的狗 你突然間晚上在一個地方出現 如果真的有陌生人 第一 陌生人自己會害怕 第二 也不知道那個人會否傷害小孩 其實這件事我們都不鼓勵 別人去放養 因為你放養 他在外面遇到任何意外 你根本主人都不會知道 為甚麼要放養呢 他想著晚上有燒烤場 有食物 他吃完自己回去 很討厭 那牠是養一隻狗 不知道 後來牠過來接一隻狗 還有一些怨氣 因為突然間三年 捉了那隻狗 然後就說 你這麼無心 為甚麼不跟牠洗澡 真的嗎 是真的 是真的 甚麼人都有 甚麼人都有 真的甚麼人都有 就是 視乎你怎樣對牠生命 嗯嗯嗯 翠兒 我想問 你們其實現在在寵物角度 需不需要有甚麼需要 或者獸醫 義工 可以去幫你們 其實我們在拯救的過程中 其實最昂貴 一定是一個醫療 如果一些小朋友回來很嚴重 其實我們動作都動用幾萬元 其實我們每個月在醫療的開支裏面 我們都說是幾萬元 如果那個月我們只是給五萬元 其實那個月很開心 其實我們希望多一些獸醫 能夠站出來做一個要務 不單止幫我們 其實很多狗牆 是在養著婆婆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有捐贈 這些連上網都不認識的狗牆 那些婆婆 我們是在養著幾十隻到幾百隻不斤 他們真的拿著一生積蓄去做 但你問我 吃都很容易解決 有限制 但當一隻狗或貓 牠一生病的情況之後 大家便很難再面對 因為你動作都過萬元 其實真是貴的 人體醫生 所以如果能夠有一個義工團隊 而這個義工團隊是獸醫 我們能夠無私地去不斷去辣一些狗牆 幫忙做一些基本身體檢查 很便宜的 去配一些藥物 不要說虧 至少按成本去幫我們做 其實已經幫到很多動物 好 這隻叫波子 波子 波子是九歲的 波子 上個月 媽媽大肚不要牠 就拿過來餵起 她也乖 也是跟她找家 有時候九歲的小朋友 比較難出的 很多家長希望從B做起 其實成縣有時候也很乖 也希望有人給她一個機會 波子 這隻叫金仔 其實它沒有什麼名字 沒有晶片 就是早兩天 你會發現 在山上跟一些流浪狗流浪 拿牠回來 掃了晶片 也是沒有晶片 所以也會跟牠找家 金仔很乖 會比手 小心 小小小 金仔 小小小 對 小小小 對 這隻小朋友很乖 好 除了貓貓狗狗之外 這隻又是一部不經意地的生養了 其實這隻是三年前 有個餐廳 美女 當時找她做官場料 美女 後來餐廳亦煮賣了 當時有兩隻小朋友 她只剩下頭 很臭 三年多前 說明他們收屋那天就不要了 最後一天 我們就沒了回來 沒有辦法 當時很多人問 因為她的情況像愛滋病 她一條毛都沒有 一條毛都沒有 全身白白 對 只剩下頭 很臭 因為有些義工 擔心愛滋病 因為鷹毛有愛滋病 只是傳染了鷹毛 當時有鷹毛的人不敢收 沒有鷹毛的人 就擔心醫療費很貴 又不敢收 後來沒辦法 二公來找我 我說不要緊 這兩隻 反正如果她真的有愛滋病 我只養這兩隻 就讓她過來 先收留 那隻後來我們拿回來 檢驗了 做了科技 原來不是愛滋病 是情緒病 那隻被人兇了 這隻就一直保留 對 對 美女 你今天還沒有美女 美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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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先唱歌曲 對 先唱歌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如果有能力 幫我們流河貓貓出一番力 今集多謝我們脫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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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